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 在《基本法》頒布30週年法律高峰論壇致詞時說 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是關鍵 各界要深入總結過往經驗教訓 共同守護一國兩制 求同存異又要講堅守底線 要看到底線守得越牢 政治包容空間就越大 反思香港回歸以來出現的許多問題 說到底都與對一國兩制方針理解和貫徹 不全面不準確有關 特別是以逼迫全國人大常委會收回 以831決定為主要訴求的非法占中事件 和以反對向內地移交逃犯為發端的修律風波 都是以毫無底線的行為方式搞對抗 並演變成社會動亂 對一國兩制造成了嚴重傷害 不僅危及國家安全 也使香港全社會付出了承重代價 陰間不遠 來者可追 中央政府 香港特區政府和傳媒界 教育界等社會各界 都要深入總結過往經驗教訓 加強對一國兩制方針的全面準確宣介 加強實踐問題研究和理論闡述 共同守護好一國兩制 張曉明又說 一國兩制實踐不斷豐富和發展 在基本法實施過程中 需要不斷適應新的情況 有效解決新問題 我想這首先要求我們 把基本法當作一部活的法律 通過立法解釋的辦法 放大基本法的適應性 其次我們也需要在基本法之外 通過多種方式 不斷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體系 張曉明指出 要求管治香港的人必須愛國 天經地義 香港特別行政局政權機構的人員 必須真誠擁護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局 不做損害國家利益和香港繁榮穩定的事情 11月11日 全國人道常委會剛剛做出的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 不僅為特區政府 及時取消四名反對派議員資格 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礎 也是為今後處理此類問題 立歸凝聚 愛國愛港者治港 反中亂港者出局 這是一國兩制下的一項政治規矩 現在也已經成為一項法律規範 事實將證明 香港必將治理得更好 一國兩制必定取得更大的成功